Are you ready? 一起打開 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賣啦 在我們的現場 目前的是不是作者 藝術家來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孟耿如 是 孟耿如 他這次推出了第一本書 對啊 好可怕喔 你雖然說之前已經辦了個展 辦過一個比較小型的 然後呢 一個藝術的這個作品的個展 可是卻是現在才出第一本書 所以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這當中的一個就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這本書是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個展的時候 你懂我意思嗎 懂懂懂 其實以前曾經真的有人來找我出過書 但是當時他們的方向都是在 比如說比較寫真類型的 因為你明星嘛 或是說 如果你給人家一點點的藝文氣息的話 頂多讓你去爬個山啊 或是說 分享一下你生活的一些小事情 什麼之類的 那你會覺得那太表面了齁 也不完全是你啦 應該這麼說 對 我不想要出一個就是不像我的書 然後文字這方面是我本來非常沒有把握的 所以當然如果說完全純文字的書 我也是完全不考 旅生的時候一直演了很久 直到這陣子就是幾年前弟弟的過世之後 我就突然覺得心境上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對 好像譬如說在畫畫的過程 或者是說對一些文字的感受特別有靈感 那我就覺得我為什麼要不把握這樣的機會 就我想用一個自己的方式去記錄這個時候的我 這個過程的你 那正好就是尖端出版社來邀請之後 我就覺得 可以像天時地利人和 對 可以好好的做一下這個事 然後加上30歲 覺得30歲女生是好像邁入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女人了啦 你不想要接受啊 你都嫁為人妻了 你還不是女人 我跟你講我不是人妻 我不是我不是 他一直你知道嗎 他都要一直要跟那個交交兩個互演 彼此的女兒跟兒子 這真的是 好啦好啦 就是就是那種還沒生小孩之間的情緒 我們也可以接受 希望可以維持久一點 所以OK 這次的這本書是 就是 不想往前是為了給你來夢裡的空間 那我必須講好 就是說我還在找時間要去看他的展覽 因為同時間呢 就是他的還有一個展覽 先跟大家講 你這次展覽的地方 然後時間 我這次的展覽在內湖的白石畫廊 是 時間是 現在已經開始了 就是雞葫蘆1號 所以還蠻好記的 對對對 然後展期一直到10月31號 週一畫廊都公修喔 OK好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說 找時間有空就直接到現場去看 好去看 那當然他這本書呢 就是我已經看過了 就是像耿如講的 事實上其實 親人 尤其是至親的弟弟 離開 這個是一個很 很大的一種傷痛 就是沒有辦法去言語 或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我們其他人 也沒有辦法去感受到你的感受 可是卻又很 怎麼講 就是有的時候好像這個世界 就是這麼的諷刺吧 就是說卻又是因為如此 而爆發出了你強烈的創作 對 量跟質 你懂我意思嗎 我換個方向想 有時候覺得說 這是他帶給我的禮物 是 是 就是說好像他 無限之中他就完全換化為 所有不管你的畫作 你的作品 甚至於文字 你剛剛說你在這個文字上面 你不是很有把握 我告訴你你把我嚇到了 就我沒想到你這麼會寫 其實坦白說 我昨天跟黃子嬌說 我昨天又再翻了一次我的書 我想說 你是不是也覺得這麼棒 對 其實很妙的是耿如啊 私下我們常聚會的時候 我覺得耿如很多想法 我真的非常認同 然後我看完你知道 我非常surprise 因為像我們聚會或幹嘛 就是你不太會看到文字的那部分 然後呢 當然就是我一直也知道說 耿如其實他的腦子裡面 有很多很棒的idea 然後也比較是 你也比較是算是 比較特意獨行啊 就是說你有你獨特的氣質也好 或是獨特的興趣 或是你真的就跟 你的一般的同年紀的女明星 非常的不一樣 那這些剛好都是我很喜歡的 但我真的沒想到 你文字寫這麼好 這 太好了 我真的 我跟你講各位 我要說他文字寫好 他就真的 Amy姊不會說謊 對 而且我不會這樣子就是 捧一個人捧成這樣 我最多只會說 很棒很棒 大家就知道 當我說很棒 因為我上次專輯宣傳的時候 我就是很棒 好啦 對 沒關係我們就跳過 我們跳過這個話題 你懂就好了 所以 所以真的耶 我就你知道 所以我現在當然聽你這樣子說 我就可以理解到說那種就是 真的 因為一個人生上 一個生命的一個階段 然後或是一個事件 或是一個環境 一個處境的巨大的變動 就是很 很奇妙的反而從那個暗黑裡面 生出了一朵花出來 對我覺得那個時候心境有一個 很不一樣的境界 譬如說以前 失戀的時候 分手 你就覺得說 真的很難過 真的怎樣怎樣 你就覺得 現在是我最難過的時候了 可是 沒想到弟弟離開的時候 就想 原來難過還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然後是那麼的深層的那種 對 我才體會到 他好像把我帶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而且你就會發現說 以前的失戀 怎麼後來那麼快就好 對 他覺得說 以前那也沒什麼嘛 對 以前 小情小愛的 以前就會覺得說 我活不過去 怎麼可能 但後來發現說 那根本都超淺的 根本沒什麼 可不想像就是弟弟的這個 就是他是面臨到一個家人 那種就是無私的愛 本來彼此之間就是一個無私的愛 然後到一個生離死別 明天 那個那是很深深深 身心靈裡面很深的一塊 那大家可以從這個 梗茹這次的畫作跟他的文字 跟他的作品裡面去感受 那我真的覺得就是 你也很 就真的就是把你这段过程 很如实的 因为他是那个阿卢梦 很如实的 就是按照那个阶段 把他安排出来 我说安排是 我觉得你自己也很像是 你自己的策展人 我看起来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包含你的作品 然后你把它就是有一个 阶段性的分类 然后你的文字有一个进阶 然后你把它跟这个 包扎伤口 就真正的实体的伤口 做一个对照 我都觉得 哇 你真的是 很不错 很厉害 对 你真的是台湾 这个下一代艺术界的 翘楚 翘楚就老了 什么翘楚 新的一个希望 OK 谢谢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卖啦 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现场呢 是孟耿如 OK 他这次呢 带来他的第一本 图文的创作集 那我真的觉得 当然对他自己来说 是一个创作 甚至于疗伤 的一个过程 非常如实的 就是摊在大家的面前 那同时也有一个画展 创作展 但我 但是我就是 我一方面又很开心 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诞生 但是当然也一方面 也有一点点的 就是 伤感 很联系 就是说这么年轻 要来面对很多 生命的这种 这种就是 这么重的痛 可是就像我刚刚前一段 讲的 如果不如此 似乎又没有 这么棒的作品出现 人生就是如此 还自己说作品很棒 还说对 就很奇妙 那其实 我觉得真的 就是你整个的主题 的确就是 不想往前 是为了给你来 梦里的空间 那当然那个你 包含就是 你思念的 对 你思念的对象 然后 不管是 做梦也好 或是在你的画作里面 进入到你的画作 或你的创作里面 所以你一定很享受 就是说 那整个的创作的过程 你懂我意思吗 懂 会很沉浸在里面 那你怎么跟你的老公 就是 你懂我意思 你说拉回现实吗 对 你成为 你懂我意思 就是说 你在你在整个 因为你这个创作 跟你在这里面的 那个时间也蛮长的 也有两三年了吧 两年 两三年 如果单这本书来讲的话 应该是一年半左右 一年半 然后但是同时间 又是新婚的愉快 你明白我意思吗 可是那个是一种旧伤 这不是不是旧伤 那也算是蛮新的伤 就是对 我觉得他跟 我在当演员的时候 学着情绪抽离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好像会蛮有帮助 我知道我现在如果要来专注 写书里的文字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快的转换到 因为有些东西 他要回想 是啊 对 就是说你要沉浸在你的 属于你自己的那个空间跟处境里面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可能掉进去 你就没有办法是黄太太啊 对 但还好 因为我们在家其实也不熟 他做他的我说我不是 对啦 我觉得 我跟你讲 我觉得这也是你好命的地方 你嫁到一个 就是你们可以就是 各自做自己 对对对 而且他也就是一个 焦焦也就是一个自己24小时 当48小时用的人 对对对对 然后他也很尊重 他也很欣赏你的那一块 对 OKOK 所以他 我觉得 比如说他今天在填词或是干嘛 我也会给他很大的空间 就是他做自己的事 我们不会互相打扰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 这部分还蛮顺利的 对 OK 好那在 这里面 因为当然要把这个 出书是一回事啦 出书当然就是要买 但我刚刚就在跟这个梗如 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 我都会常常有个疑问 就是成为一个艺术家 然后会有创作 然后那个创作要拿出去 变成价值 就是标签化 然后要卖多少钱 一幅画 然后这个 这个雕刻多少钱 就是我这一块 一直是跨越不过 就是我一直觉得说 那艺术家 如果是你自己的作品 你怎么舍得卖掉啊 刚开始真的会这样 然后我问了很多 就是艺术家前辈 他们就说 你一定要让你的作品 在市场上流通 就是说 你不能放在家里 自己就给自己看 开心 但有一点我觉得 很开心的是 我觉得近期内 很多人给我的回馈 不管是说书 还是说画作 他们都觉得得到 很大的疗愈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自己 我觉得 我好像有疗愈别人的能力 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光是这一点 我就觉得 如果他今天把我的作品 挂在他家里 他每天看到 都有洗涤到他的心灵 那我觉得 那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就是变成 就是说 艺术家本身 他要在他的作品 就是他要能够割舍 这是一回事 然后后来 他要变成 就是很大的爱 就是他要愿意分享 那个已经就不是说 是卖多少钱的问题了 对 真的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就是 我可能在创作的过程 我也已经疗愈我自己 那接下来可以疗愈你们 这样 这倒是我没有想过的 当然我也没有要开画展 因为我真的觉得 疯了 不会啊 开画展很有意义耶 是吗 不然你们可以 举办一个 你们那个年代 集结大家 就是还是有不同年代的 那种审美观是不是 对对对 好啦 非常跟大家推荐 其实这次的这个耿如呢 他的新书 当然现在还在这个热卖当中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 已经第二刷了 对 很快啊 而且你 签书会已经过了吗 还是会再有吗 目前没有安排 没有到中南部去 暂时不 因为疫情其实光是要办一场 我们就很紧绷了 是是是 而且就是 怕那个签书会并进 还是会有近距离的 那个 对啊 好 那请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了 他的这个转期一直到10月嘛 10月31 10月31 到10月底哦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时间呢 到这个画廊去看 那当然了 你也可以就是 到这个耿如的 他的网页 IG啊 他随时都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其实从这个 应该是说 我觉得 我觉得 焦焦跟你的 你们两个人的生活 跟生命的结合 真的很棒 是因为 就是 他因为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然后他很忙碌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 艺文挂的 然后他也办策展 然后他也就是 但他又很流行 就是说他又很 你知道吗 很多元 他很多元 他可以很试快 但他也可以很空灵 他什么都懂 然后他兴趣什么 所以他就可以 就是给你很大的空间 然后还有呢 其实你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耿如要开始画画的时候 那时候焦焦就 思议他想说 你要知道画画 这个 这是不能赚钱的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但是我们就一直鼓励耿如 我们又觉得说 趁着焦焦现在能赚钱 你就去做艺术家吧 对对对 你们那时候给我很多 对 我们就觉得说 你没关系 你不演戏也没关系 你就是去发挥 因为你老公能赚 你就让他去赚 而且就是 而且他给你一个工作室 你就 你懂吗 在那边创作 你就是在那边创作 所以我觉得就是 也在一个时空背景允许 的情况之下造就了你 对 就天时地利人合 对 整个timing都对了 就在这个时间点 对 因为我相信你自己 回头看的话 你五年前也不是 这样子的东西 对 对吧 如果五年前 我们应该 对不知道 写出什么贵东西 没有 你可能就会配合去爬山了 就是好了 那还是拍一遍爬山的照片 因为爬山也不是不可以 就还是 我说好啦 就一个健康的 形象 对 走到户外去给他拍一拍 好 那这次呢 其实耿如也很可爱 他呢 这个 前不久呢 做了一个新的造型 对 我还蛮喜欢你的造型 因为我觉得 我后来发现啊 你现在的这个 发现的那个造型 还真的就是在你的那个画展的那个场所被拍出来 哎 你蛮有那个蛮大气的艺术家的feu 真的吗 哈哈哈哈 感觉下有其事 感觉对 因为你本身就高 然后再加上就是 对 就是就不是那种初出茅庐 或是说 你比较像国际艺术家 对 yes 自己讲 哈哈哈哈哈哈 又自己讲 对 格局有大 就你知道就不太像是那种 就是演员然后跨界那边好像沾一下水的feu 你就你知道吗 我看到那个照片出来 我看到那个画面啊 那记者会那种感觉 我就 有一个样子 你这个发型 对 你还真有整体 我是搭配我那个角色 是哦 对啊 那个角色就是一个很像妹妹头短发的 对对对 然后想说 那这次展览这样 好像刚刚好 很契合 OK 好那 最后呢 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 因为你整个的创作 这个阿卢啊 本身他就是一个没有头 嗯 的人 然后他常常 手上捧着一个就不知道什么东西 有时候他也会捧着自己的头 嗯嗯嗯 然后他的身体上面插了一朵花 嗯 这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灵感给你要创作一个这种你的 就是属于你的一个独特的标签 最早 我其实把他就设定为他是一个外星人 然后 嗯 我会让他头跟身体分开 还是因为 我觉得有时候对外的时候 我们都要有一个样子 嗯嗯 然后对内的时候我又有一个自己的样子 嗯嗯 所以就有点像 他们两个一个是对外的 嗯 一个是对内的 但他们是生命共同体 因为不管对外的我还是对内的我 嗯 都是我 所以 所以常常在一幅画里面会看到他们两个就是共存在这个作品里面 那上面那朵花其实是原本这个角色他没有那朵花 对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无头的身体 对无头的角色 但后来有人反映说觉得看起来会比较可怕一点 那真的 我希望我的作品看到大家就是有疗愈的作用 是 我就想给他插上一朵 我觉得小时候大家第一朵学会会画出的花 嗯 就是这个样子 就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OK 一朵小花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最简单的放上去 然后配合我比较童趣一点点的画风 嗯 这样 对 因为我觉得你的你的你的画风跟你的那个真的感觉很奇妙 因为我很喜欢你的色彩 嗯 就是你的色彩让大家觉得很温暖很美 嗯 然后粉色系 嗯 但其实 他的那个就是画出来的样子又很恐怖 哈哈 然后那个落差很大 的确我跟很多人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没有头 嗯 对 然后身体像鸡的 哈哈哈哈 你这样讲真的很像 很像啊 就像一个就是把 因为我昨天也刚好就看一个影集 就真的就像一个就是拔掉毛的鸡 然后就很不舒服 所以有点暗黑 他进化了 对 就暗黑 然后 可是后来我就是我试着啦 就是我试着这个去除掉我自己的害怕跟恐惧 去去接受他 去欣赏他这样子 然后就那的确我身边的朋友也有人有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其实很怕看到你的东西 哦真的吗 但他们说的应该也是一开始 哦 好好好 就是那个你 就是那个没有头的鸡 真的 哈哈哈哈 然后 然后头就在他的手上 在别地方 对对对对 被你讲人家都不想买这个书了啦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不是这样 现在是国际大师 好请大家去看他的作品 然后呢 这本书呢 真的很值得大家翻阅 然后就像是耿如书的 他希望 呃 疗愈他的过程当中 希望也能把那样子的一个 呃 疗愈的能量 哦 就是说因为你可能 每一个人看画 看创作 看书 看文字 每一个人投射 或是心里面的 得出来的最后的结果 跟感想是不一样 嗯嗯 但无论如何 你应该也可以从这边 得到一些什么 对 找到属于你的共鸣